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Focus全球新闻 我是请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美国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出炉了 年增有3.7% 持平于前一个月不变 却高于市场的预期 这让通膨率无法降温的元凶 则是租金成本 同时美国房贷利率也持续的飙升 续创23年来的新高 除此之外 连锁餐厅饮料龙头 也频频宣布调涨价格 联准会就预计了 要将通膨压回2%的目标 恐怕要等到2026年 把香喷喷的烤肉 加上其他配料 做成墨西哥卷饼 快速解决一餐 在全美有3000多间门市的 连锁素食店Chipotle 又要再涨价 是两年来第四度调涨 另一间饮料大厂 也有相同动作 在需求持续强劲下 百事可乐宣布 明年继续调涨价格 但会温和的进行 假如把7到9月的涨价11%也算在内 这已经是百事可乐连续第七季 做出双位数的调涨幅度 相较于连锁餐厅 国际品牌 不为外接压力频频涨价 以因应高成本的压力 中小型业者备受考验 最新通膨数据说明一切 周四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 全美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3.7% 不但高于市场预期 也是连续第二个月未见降温 9月的全美租金 创下半年以来最大涨幅 或许也受到房贷的影响 周四 美国三十年期平均房贷利率 从上周的7.49% 继续升到最新的7.57% 不但是连续第五周攀升 更是近23年以来 首度升破7.5% 反倒是联准会官员更关注 剔除能源和食品成本的核心CPI 年增4.1% 创下两年来最慢增速 消息传回华尔街 投资人还在消化 整体温和持稳的通膨数据 与此同时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攀升超过4.7% 刺激周四 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黑 联准会一直坚定 坚持2%的长期通膨目标不变 但这些货币政策决策者也预测 可能要到2026年才会实现 不过市场人相当乐观 加上如今中东冲突扩大 让市场预期 联准会下个月升息的几率并不高 但停留在高档的时间可能更久 而丝毫不受通膨威胁 似乎是这一张张的命运机会 美国乐透威力球在连续共估35期后 投奖奖金累积到17亿7千万美元 创下史上第二高 周三在加州开出 一注独得 一息致富的幸运儿还没现身 但开出投财的财劝行 立刻挂起布条庆祝 并秀出100万美元的奖励支票 得主可选择平摊在30年领取 或者一次领走7亿7千多万美元的总奖金 TVBX 新闻众报道